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诗篇第60篇 这篇的诗篇如果我们看它的标题 那边提供了一些的背景资料给我们 那个背景资料可以同时查考 《圣母尔记下》的第8章 在《圣母尔记下》第8章记载 大卫一连串打了好几场的胜战 打败摩亚人、打败菲利士人 而诗篇第60篇这里的背景 是他在一年串的战争当中 其中一场的战争是打败乙东人 而按照《圣母尔记下》 那段的经文是说他杀败了18000个人 而诗篇这里的标题则是12000个人 或许我们不用太过执着于 到底是12000还是18000 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一场的得胜 一场大胜的战争 沙瓦沙斯对手18000人 或者16000人 12000人 那么古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详细的数点人数 但是那是一场让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的规模 对手是残败的 那如果我们读《圣母尔记下》 我们会发现到其实那一连串 谈到这一场战争只是一句话 讲到大卫战败了乙东人 然后说到上帝与大卫同在 与大卫的军队同在 然后当我们读诗篇第60篇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这一个的诗篇第60篇 似乎是在一种落后 或者说在一种的失败的边缘的一种的呼求 像上帝的呼求 跟我们读《圣母尔记下》第8章 那边轻描淡写一句话说 打败乙东人 那是天怨之别 我们可以怎么样看这两个的作品呢 《诗篇60篇》跟《圣母尔记下》第8章 那我想我们可以读读读看 《圣母尔记下》第8章记载了那个的结果 而《诗篇60篇》记载了那个的过程 就要上一场的球赛 利物浦先落后蔓延 Manchester United 1-0或者2-0 到最后反超得胜3-2 类似这样的一种的情况 对不起 漫年的球迷 因为我是支持利物浦的 我一定要讲利物浦赢嘛 那我想第一个我们今天可以一同来反思的 当我们读诗篇第60篇的时候 我想诗篇第60篇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只看结果 大卫打败一东人 但是往往过程给予我们更多的教导 在这个过程当中 面对失败的边缘 大卫怎么样的依靠上帝而得胜 怎么样的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来夸胜 我想这是第60篇给我们看到的那一个面向 过程其实比结果来得更重要 过程的学习比结果战胜或者战败 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 我们当中如果喜欢旅行的朋友 弟兄姐妹 过去这两年没有办法旅行 对吗 那如果我们喜欢旅行特别喜欢背包旅行 你发现到那个过程预备的过程寻找资料 寻找这个的安排路线寻找旅馆 那这些的安排的过程比去到当下来的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如果能够预备预备的不够好 那去到当下就会非常的混乱 过程的确是比结果教导我们更多的东西 第二 词篇第60篇让我们看到 上帝有些时候会让我们先经历失败 他允许我们失败 正如这篇的诗篇 到位的祷告 他说神啊 你丢弃我们 破坏我们 要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然后在第三节那边 他说你让你的子民遭遇艰难 你使我们喝了那令人东倒西外的酒 但上帝似乎让他们先面对困难 第10节 神啊 你真的丢弃了我们吗 神啊 你不和我们的军队同去吗 这是大卫向上帝所做出的祷告 上帝有些时候会先允许困难 让失败甚至失败 领导我们 然而在整个诗篇的最后 却让我们看见上帝帮助他的子民 在第1节那边就说到 你曾丢弃我们破坏我们 但是神啊 求你使我们福兴 来到最后一节 说什么 我们依靠上帝才能施展大能 践踏仇敌的就是上帝本身 在阅读圣摩尔记下第8章那一段的经文 我们就看到上帝带领大卫节节的得胜 弟兄姐妹 有些时候上帝允许我们在过程当中失败 或许上帝要更进一步的去教导我们 要塑造我们 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像大卫在这篇诗篇最后所说的 我们依靠上帝才能施展大能 这是第三个反思 上帝的子民 总要学习去依靠上帝的能力 往往有时候在失败里头 我们更能够去体认 更能够去仰望 更能够去经历上帝大能的帮助 否则我们在节节得胜 顺顺利利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我们会忘了上帝 求神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手 不单单在结局 让我们看到祂的祝福 也在整个过程当中 虽然过程有高有低 看到上帝的带领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过程 在事情的过程当中 也紧紧地依靠你 在整个过程里头 看见你要怎么样塑造我们的生命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